一声哄天巨响 哈马斯在加萨的立法和行政大楼 被炸成巨岛火球 建筑外枪声频传 室内的人被吓得不知所措 大量农烟窜进医院 以色列军方15号宣布 对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发动袭击 受控的医护人员一边狂咳嗽 一边将病床一张张移开 受访时耳边传来 一阵阵炮击声 医生透露 以军坦克和推突机开进医院范围 突如其来的攻击 导致约8500多人受困医院内 但以军强调本次行动 是针对藏在医院地下的 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 并设法拯救被关押在地道内的人质 加萨医院电力耗尽 导致至少7名婴儿 因保温箱没电而夭折 为了防止更多伤亡 埃及的卫生剂人口事务部长 14号表示 将接收数十名婴儿到埃及的医院 哈马斯10月7号 突袭以色列又有新的画面 赫枪实弹的哈马斯成员 将30多名以色列人赶进防空洞后 不断向里面投掷手榴弹 一名以色列士兵 英勇地将其枚手榴弹丢了回去 但最后依然不幸被炸死 一把战我进入第40天 美国总统拜登透露 释放人质的谈判就快达成协议 但美国政府内部已经爆发不满 500多名官员14号发表匿名连鼠书 抗议拜登在加萨军事行动的立场 呼吁寻求立即停火 并敦促以色列允许人道援助进入 记者综合报道